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呀 然后呢 他们团里面好像说有些东北的大款嘛 知道这个迪拜是买珠宝和手表比较好 那这些大款就是都是十块十块的去买这些手表 你想 这些 十枚十枚表那么满十块十块 是的 是的 不是十块钱十块钱啊 他戴得了吗 为什么戴不了的 手表很好戴 一天换一块吗 十块手表 什么都好送人啊 而且还可以升职的呀 回来还可以送给政府官员啊 对吧 所以有有种种的种种的原因 导致这个这个像迪拜 我们在那看到印度人巴基斯坦人 很多人在那做服务生啊 出车汽车司机见到你一定会说你好吗 对 还会说不要发票 普通话现在真的是全球普通话了 对 所以呢你刚才讲孔子学院啊 我觉得孔子学院是用来干嘛 孔子学院是为了用来演示跟 清除中国人给人的这种印象 一个平衡 对一个平衡 但是这个平衡做不好的话 反而会变成就是 两边的印象 可能给人家造的都不是很好 现在事实上就是这样 因为我现在看很多那种国外的媒体啊 杂志我发现他那一提到中国人 那个印象 最近两年对中国印象都不太好嘛 在因为很多政治缘故 但也有些文化 对但也有文化缘故 比如说像以前欧洲人对中国印象其实挺好的 尤其法国人觉得文明古国啊什么 特别我发现好玩是欧洲人最喜欢中国 还是毛时代代表着一种不同的选择 不同的理想生活 对他们就喜欢文化 法国还有一些就是革命浪漫主义的左派 所以他会对毛可能有一种浪漫的幻想 但后来呢他们发现中国人不讲理想 全讲钱 然后呢 比如说在欧洲 特别是去欧洲设厂的一些的中国厂商 或者开小店 其实也很辛苦 我们中国人全面做事 但因为他们跟他们格格不入 比如说人家礼拜六礼拜天关门的 比如说你去巴黎商店也是嘛 不开门的 伦敦商店不开门 但是问题是中国人开的商店 就24小时都能给你开门 上班也是24小时可以给你上 破坏行规 然后到了非洲呢 也是一堆堆中国工人 比如说我们说去盖房子啊 他们现在开始有人有反应 就说你来我们这不用 我们本地工人也都是中国人来挣钱的 所以你去到哪 中国人要不就是来挣钱 要不然就是来花钱 所以全跟钱有关 这是财神信仰嘛 就我觉得就说 哎 我现在关心的问题是 这个东西啊 是不是真的能让人满足 你比如说按说咱说信仰 信仰是干什么的 那就是总是为了求一个快乐 什么就或者一个精神上的一个充实 那么既然如此多的中国人把财神 事实上他是当成了自己的某种膜拜 拜金主义吗 对吗 那么是不是这事儿确实也能给他带来 生活的一个安身立命的一个 我觉得是阶段性的 可能这个阶段会非常非常长 但是这个阶段一定会存在 文涛这是因为今天你也可以去迪拜 买十块手表 眼睛都不眨 所以你会说你如果真的接触一下 可能生活的非常贫困的社会底层的人 你如果了解他们的生活状态 我觉得可能更能够理解他对钱的那种 或者对财神的那种渴望 因为确实是能够改变他的生活 这次 其实你不要说别的 这次这个短道速华周扬 周扬 得了金牌之后 说我其实是想让我 我觉得我的父母可以过得更好了 这个更好 当然可能有他得了金牌 他所比如说获得这种荣誉 但我的理解是来自一个可能贫困的家庭 他的奖金 他所有的物质奖励 能够让他父母过上更好的生活 这个物质 物质是你不可避免的东西 他这之前拿的工资 你都想不到才几百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几百块钱的工资 然后这一下子得了个金牌 他们家乡政府已经说了 我们肯定要中奖 上一个奖给类似的一个奥运会金牌的是100万 说这次肯定至少不能低于这个力 其实他只是没有用一种 可能大年三十初一去败财神的方式 再去追求这个钱 或者是说这种物质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追求无可厚非 拜金牌 我觉得这完全不是问题 有问题的地方不在于 刚才子墨说这些阶层 反而是中国富裕阶层 接下来该怎么办的问题 有一种人他真的是为钱而活 他的人生意义就在于不断的赚钱 他不是特别奢华 比如说像以前巴菲特就这样 他现在也还是这样 他吃汉堡 喝可乐到了香港住酒店 出门去吃汉堡 也不要叫汉堡 他住酒店是这样的 他舍不得喝酒店里面的矿泉水 他一定要在外面的小店 小店里面买了便宜的矿泉水 拿回酒店喝的 这是巴菲特 你想想看 但这种人你说 他不是要奢华的生活 他就喜欢赚钱 他真的觉得赚钱是个人生意义 但是问题是到了一定程度 他也会想这个赚完的钱 因为他对他讲赚钱 赚到钱他就很快乐了 这个钱怎么用 他反而不是太重要 所以他就可以拿去捐 对不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 我们过去几年大概穷惯了 现在刚开始富裕钱 我们的富裕阶层 也许要慢慢的 也要来思考下一步 就是这个钱怎么用 因为你比如说像现在 其实很多欧美的那些老富人 他们早都习惯这样 像金融时报 他还有个专栏 就专门每个礼拜 就讲一下这个钱怎么花的问题 里面就全讲的是这些钱 他拿去怎么捐 做一个什么社会企业这种事 而且我真正刚才子墨说的 我也有感触 有句话叫财大气粗 你发现了表现在咱们媒体界 就是属于叫什么话语权 但是我现在老发现一个 就是过去说的沉默的大多数 你明白 比如说在外界看起来 中国人就像迪拜到处买LV的 好像我们也觉得很多 但是因为中国人口基数太大了 稍微有点人富起来 可是这些人是极少极少数人 但是你发现没有 他们有点钱就能够财大气粗的吹变全球 让全世界都认为中国富人 可是实际上咱们知道 90%的人他还生活在那么 所以我就觉得温家宝总理就很可怜 你知道吧 为什么每回遇到一些国际争端 像哥本哈根会议 大家说你中国得负更多责任怎么样 每次遇到这种问题 要是温总理在 温总理就一次又一次说 我们中国很穷 我们其实是很穷的国家 穷买那么多LV 然后他每回说这话都不管用 因为一说完 什么穷 你看我们这店里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给你看看中国的穷人 而且穷人也有穷人的范儿 最近网上出来一张照片 叫做纠集华丽第一极品路人帅哥的乞丐 对这张照片我见过 叫西里哥 你看怎么 人家说 欧美的那些最贵的品牌服装 有他这款式的 你注意到没有 你瞧他这腰带 你瞧他这个大衣 现在很多时装 其实也就是这个款 有人说他是朝人办出来的 后来经考证 这哥们还不是 他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可能真的就是个乞丐 可能真的就是 但是很有范儿 就是很有范儿 人家就说 发型是日本最流行的牛郎发型 穿着中古店逃来的二手衣服 搭配LV最新款纸袋 从视觉色彩上说 我喜欢他腰细的那条带子 腰带绝对是画龙点睛 但是这个腰带让人想起 哭泣XC LOT混色G腰带 不禁有网友说 这个乞丐太有范儿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感谢观看 by bwd6